记者李世红、黄启超、翁玉文台南报道 台南一家银行人员看到一名富人不停想电话 神色慌张 急着要领出40万元 结果存折一看 上头竟写了我要付赎金 还有一支电话号码 请求帮忙打电话给儿子 担心是绑架 银行人员一看怀疑是诈骗 马上报警 原警到场后好言相劝 甚至把相关新闻播给富人看 这才解除疑虑 成功阻止诈骗 警方把办案影片PO上网 短短三天就吸引了4、7万人次观看 一名红衣富人电话讲不停 急着向热锅蚂蚁 一到银行就要领40万 银行行员接过存折一看 发现我要付赎金超信目的五个大字 旁边还备注一组电话号码 怀疑是绑架 富人要行员帮忙找儿子 行员研判又是诈骗集团搞的鬼 先报警 受骗富人对警方说 打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子在哭 然后他就说 我XXX 我被打得头破泄流 警方 你小孩呢 受骗富人 在英国 受骗富人 他打我家 又打我手机 警方 然后叫你家里电话都不要关 放在旁边就好 对不对 警方提醒歹徒 要富人别挂电话 是想阻止求证 但好言相劝 富人还是不肯听 远景灵机一动 利用新闻影片连结 要富人自己看 警方 这是新闻的银行行员 这个新闻我们都看的 道 但是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觉得很紧急 看到新闻事件诈骗手法 和自己接到的电话一模一样 富人这才恍然大悟 不断向远景道谢 警方 你现在就是要很开心 因为你省了很多钱 警方挡下诈骗案 还把过程剪辑PO上网 短短三天就吸引刺 七万人次观看 成了现成的防诈骗教材 拜拜